我们的FMQ1.3 你也可以用忙碌来收听 你也可以在忙碌的地方 拍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 后来我们今天的空中 要跟大家来聊聊水 水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说到水就为大家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 水利署的署长 赖建新赖署长来跟这部 署长您好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说到水 这个我们水利署罐 也是这个负责范围很大 缺水的问题 用水的问题 饮水也要找你们 甚至现在水利要发电 也是找你们 好所以有关水的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解释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台湾目的各地的水情是如何 阿伯和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目前为止 我们全国各地的水口水 最起碼还有六分 六成以上 我们来预估这个水 有数 我们现在过年了 比如说年纪要用水 这都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是是 刚才我陪你说是 水是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我发展的保证也告诉你 水喝太少 没得到也会变功 哦 会变功哦 我这样喝太多 还是说 喝太多 也不好 但是没水也是不可以的 完全不可以的 你没有吃饭 不可以没喝水 我们生活不可以没电 就是不可以没水 以前 我们有听到的前博你说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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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因为 我们洗液也是用水 煮东西也是用水 但是这个 如果有口疼的时候 漏后的时候 这个水会流起来 要流起来的时候 这个水疼 不但是用伺候 但是这个水 我们还用来用用 所以对我们生活是非常有帮忙的 是是是 我只要想像 我要上厕所没得到冲水就有准了 所以水很重要 那当然 说到水 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节约用水 那署长你刚刚有说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要进入枯水期 大家都会感慰说水会不够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 现在的情况就是 不管要进场 这个一起倒做 对不对 跟民生用水 还是公共用水 现在都是没问题 对 尤其是往年我坐的时候 我们都要大扫除 所以 为了要让我们全国的 供水稳定 我们在去年 八月开始了 每个月来 来开火 有董事要问我 甚至听说的朋友可能会怀疑说 八月的时候 刚才红台 红台旗了 那是怎样 你要先做这个准备 因为没错 台湾不单是台湾 全世界各地 都因为气候变迁的因素 所以说很多事都是我们无意料到的 所以我们就要提早 来应付这个情形 红年到十年很多风胎 你看风胎 要让我来台湾 就退去日本去了 这个风胎 过去很少说风胎 但是我们来的风胎都参与日本 是 当然因为这样 我们就是说少在海 但是因为说 也这样 因为如果完全都没有 那个 红水旗 人们没有护去的时候 让我们护水旗 就很困难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就要先做准备 那个准备就是说 因为我们跟一些有研究的科学家去上局 大家一直合作 包括跟農委会合作 说我们现在用水的时候 有水当师无水之苦 所以说我们平常有水的时候 就把水缺起来 缺起来用 我们现在就在这种苦水池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有水可以用 这也是要感谢各位党委 跟全国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配合 所以蘇桑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们是对于去年八月就开始在准备 今年可能会面临的苦水池嘛 我们说风胎开始有点 去年才在风胎都摔的 对于日本去 然后造成日本很大的灾害 那那时候就说 哎呦老天保佑 让我们台湾风调雨顺 可是呢 当你说没有风胎的时候 当然钢体没有灾害 就是说 就会造成我们怕水也不够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从去年八月 也开了六次的火 希望来应应今年可能面临的苦水池 那就是说我们出料 出力料就是非常得意 而且非常好 所以目前 回应材料都没问题嘛 用水都没人的状况 对啊 但是 目前是没问题 但是要回到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都想说 那我如果说完全都没问题 但是我认为大家的水 就说真的要用 嗯 也不可以啊 我记得了 我们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水口第一 就是石棉水口 石棉水口 石棉水口 以前我们的主料的调查 就是说 这个水口 底的水超凉液的水 一次 底末 一年要翻四次 然后我们餐厅 开餐厅的时候翻桌率 你要翻四次 哦 那里面的水要翻四次 就要用 要用北部地区 哦 要用北部地区 你看去年 没有说很大的风 所以我们去年八月的时候 我就说 好 我们现在要用水 我们是用 有夠用就好了 其他的水我们要缺起来 是 第二个就是说 在去年年底 我们同水的 本身第二次计划 本身第二次计划 这对石棉水口的供水 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 新八市 板球 新增 包括 湘南 这个地方 他的用水 这个 跟我们说的 版新地区 所以一天 用水差不多72万斤 以前这些72万斤的水 都是由石棉水口来 哦 因为这个版新二期计划 通水了 他就用北水南送 用翡翠水库的水 来供给我们这个版新地区 所以大家都说 共银毁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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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荷厨以外 就是石棉水口 就较轻 嗯嗯嗯 那轻轻的 所以我们现在石棉水口 还有变成五个 变成续水率 变成续水率 是是是 差不多一億 所以在这个生涯的时候 我说好 现在未来 春天 比如说过年后 大家要经营 二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投入的地区 可能要补餐 要补餐 要补餐 这些水 我们都要先聚起来 嗯 ok 所以这刚才说的就是水利的调度 对 我们一直在加强这方面 对不对 水利的调度 比如说 刚提到的这个 有可能北水南调 其实我们也有会南水北调 就是说你用水去做一些温用 对是 你就可以 啊高雄台南 我们也是每天都投起来 是是是 所以说你看高雄 啊 没大的水口 他有一个 叫做大庇 陳青湖 嗯哼 那 那个 枯水是较没水的时候 我们为台南的南化水口 来供给 嗯哼 啊 如果说 落后天的时候 洪水期的时候 我们 有温度 为高平市 为高雄 来集完 呃台南的用水 是 所以 库越的调度 这是非常重要 哦 所以以后也应该会是蛮常态的 哦 而且这种的方式 对我们台湾的整体的用水 其实是有 加分的作用 对 这种水素推动的政策就是说 不但是说 我们要开源以外 嗯 要开发新的水煮丸 比如说 我们之前那几年 完成的 中部地区 中华的分林的 黑山水口 嗯 黑山水口 我们分林地区 开采的所在 民众 大家都用地下水 嗯 地下水 你用起来 虽然说 是 大家有点感觉 地下水 比较熟 但是有点时候 地下水啊 有一个问题啦 这一个问题 不是说 洗衣服 白衣服的病 嗯 包括内内有可能 一些重金属 对我们人的 人的 健康 还是有相害 但是黑山水口完成后 这个问题 就已经改变了 嗯嗯嗯 开源以外 就是要节流 节流 但是这个水口 會流水 可以換掉 嗯嗯嗯 啊调度 嗯 要备缘 嗯 备缘就是说 你如果说 千人夾的时候 你一定落桌 搞不好 可能有够 够多人夾 够多人夾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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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包括啊 台商啊 回台投 回流啊 啊 包括中小区的投资方案啊 嗯嗯 包括啊 丁丁的 重大的投资方案 嗯嗯 我们就一天一天去队 队说啊 啊 现在我们的唱相 提出这些申请書 他要到哪里去唱 嗯 他要用多少水 嗯嗯 我拌了起来 将近三百万斤 嗯 他需要用的水 差不多十九万斤 够够够够够 嗯 啊因为我们以前有准备啊 是 所以说位与筹谋啦 不可以领可找紧 是是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已经有把这些 这个要回流的台商 做了一个完整的盘点吗 完全有一个平台喔 不是只有盘点啦 嗯 过去说啊 唱相来申请的时候 我们就等他申请啊 嗯 看他说他申请 如果要多少 搞不好申请書 什么就我们来拿回去 是是是 哎 这是要来投资的呢 嗯 要对我们这个 这个土地是有帮助的 我们应该说站在 那个民众的角度 嗯 站在唱相的角度 说要怎么让他的 那个行政程序 去加快 嗯 所以我们 在这边有一个 有这个平台 我国外会 我看国外会 我看国外会长官 也想你做这些事情 嗯嗯嗯嗯 而且我每半年 嗯 就到各个科学园区 去唱相 嗯嗯 啊当然 我也经常会跟水里会 大家去打合 嗯嗯嗯 说未来的可能水会 是是是 我现在是怎么来处理 嗯嗯嗯嗯 像是十年的时候 啊 啊 苦水池的时候 南部 啊最近十个月没有了 嗯嗯 以前稍微打一个风声 这个风声出来 可能哇 大家水车 嗯 可以抢购水车 可以唱水啊 是 嗯嗯 啊農民要用水 嗯嗯 啊就说 母山是就说 亭冠修工 嗯嗯嗯嗯嗯 啊唱相就要去唱水 嗯嗯嗯 但是是十年这个状况的时候 啊 我们调度 嗯嗯 讓大家都不用唱水 嗯嗯 所以有水他用 是 所以基礎建设很重要 管理很重要 嗯嗯嗯 但是虽然说 有好的基礎建设 我們现在前瞻基礎建设 计划 嗯 很大部分的金額就是在做这个 嗯 除了这个以外 啊 比如说我们 公文人员 我们就要打水的水管也好 嗯嗯 甚至我们要跟其他的机关 不管是農業的机关啦 管理建设啦 嗯 科学院区啦 工业工业单位啦 嗯 每个大学都好 嗯 三个和尚没水喝 是 但是两个人 两个和尚挑水喝 嗯嗯 啊虽然说这样 我在这里 打阿佩打全国的 听众朋友报告 嗯 嗯 因为每一年每一年的水灿都不一样 嗯 啊所以企势变成嘛 对 所以有点时候说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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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能稍微稍微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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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啊 啊 啊 十年到十年 很多方向都直接走去日本 對日本人來說他也很遺憾 頂頂很多方式一直來跟我們說 世界科學家跟我們說 氣候力變化 所以變成說我們未來的一些進行 包括剛剛提到前端基礎建設 我們都是因應這個極端氣候在做一些 譬如說我們不是說我現在用目前眼前看得到 我們已經規劃往後30年 我們是往10年20年的未來的時間來做幾個月 你不能說我現在進行成長 我只看眼前去做規劃 不能這樣 這樣完全不會有 我們就過去這幾年沒做這些準備的時候 突然說很多台商要回台投資 現在要怎樣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五缺 一般人想到缺都缺電 缺工缺地也是有 可是想到缺水好像比較少 所以表示其實我們台灣水這個問題 我們水利署這邊把關的很好 老實講我如果沒有看新聞 我也沒想到缺五缺還有一個水這個問題 我基本的態度是說民對氣候變成這個問題 我們要謙卑 就是說我們不但要謙卑的態度 要提早做準備 工廠提早做準備 官吏提早做準備 官吏提早做準備 像我剛才說的 有辦法順利的時候 就有辦法照我們的願望 讓我們這個水的環境 不管是大家用水 大家還是有淨水的困窄的時候 大家不要說有這個隱憂在這裡 嗯嗯嗯嗯 所以所謂長在說的 有政府會做事 是 我們希望說 因為我們大家的努力 讓這個社會比較好 比如說我們在水環境的部分 以前我們說台灣士兵挖海 挖海的時候是怎樣 我們要去那裡 因為就說有海上漂流物的垃圾 甚至說有海底 我們就沒辦法去挖海去看 所以我就聽說朋友報告 比如說我們最近這幾年 到新的市政府完成的 新竹的海岸 有十七公里的海岸 大家去看的時候 在那裡有聽腳踏車 放風箏 甚至有辦法在天梯上面去看海 嗯 所以說 有一個好的環境的時候 會讓我們心情會比較舒暢 那水庫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大家怕去水庫 看到這個水是我們大家要用的 所以要保育水資源 不可以去污染我們的水庫 我們的國民慢慢 這個觀念慢慢地擴散出來 如果擴散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好的管理的時候 就有辦法來應付種種的變化 所以我們很辛苦 除了要照顧大家都有水湯喝 我們連環境都要照顧 就是說我們除了喝水 我們那個環境也要把它打造得好 所以已經變成整個是做結合的 其實全國的水利的感動人員 我是很感謝 因為現在剛才我年代 所以說每一年 風調雨順是我們亂忙的 但是我們也是很感謝 我們這些水利的感動人員 有好的時候要煩惱 可能就知道 對啊 對啊 營水你也煩惱 對啊 現在風太頭我也會煩惱 煩惱 你也煩惱 河川陽城啊 哦 風飛山 是是是 所以我拿到天井的朋友報告 流水庫 流水庫那個時候 大家都是說 秋天開始來了 東北地方來的時候 我們吃飯糕刷 是有沙塵啊 沙塵爆 我們如果沒有去那個地方 你沒辦法去想像 嗯 那家裡齁 你怕流土腳過 七桌過 沙塵啊 沙塵啊 就去水一圓起來 好好好 所以說 生活在粉林 比說不得了 啊 雨淪啊 塞雷這個地方的人 經常性 他會覺得 不然我中華 都有這個 這個真正的問題 所以自從 呃 賴前院長 跟蘇院長 都關心這個事情 嗯 所以我們這幾年 啊 比如說 啊 啊 做水覆蓋 嗯 來這裡 皮刷用水來蓋 是 甚至說 做濾化 啊 經過我們的調查 一百零七年到一百零八年 我們差不多減少 這個 河川陽城 PM10啊 嗯 這個 空氣懸浮為力的部分啊 影響的天數啊 以前一年都超過五十幾天啊 哦 可能說止暴啦 嗯 那個 沒辦法去選擇 所以我們拿這個日數啊 降低 嗯 所以我 非常感謝 我們的董事發 和政府 包括 很多我們在做河川陽城的時候啊 都有民眾來幫忙我們 是 是 啊因為大家的努力 嗯 讓這個情形有辦法獲得控制 嗯 我們現在來說好 禁水的問題 禁水的問題 我們全國有很多自主防災社區 嗯 自主防災社區 不管是 台南 暗門區啦 或是說 昆林嘉義 甚至說 投降地區 我說投降官營工業區啊 嗯 官營工業區 那很多 嗯 因為 稍微留一個 去年啊 七月十九到七月二十二了 我們每次去 最精華的地方 在 大安森林公園 嗯 在信義路那裡 嗯 那樓的樓啊 是一點點樓超過一百米年的樓 嗯 這種的樓啊 我們叫做 強降雨 那樓哪用到的 嗯 那這種樓的時候 如果落在我們 海邊 較低層下陷的區域 嗯 那時候可能就有九千條 在海 比如說 我們自主防災社區 嗯 在投降官營工業區 嗯 那裡那個地方 我們來一個組合起來 嗯 他就一個廢農地喔 嗯 他很出名 那那個廢農地 啊 本來是紅荷花 嗯 平成這樣紅荷花 嗯 那樓而來的時候 他就先把那個殘的水放掉 嗯 變一個制紅池 是是是 嗯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啊 在旁邊的那個鋼琴 鋼琴我們就比較沒有 比較淨水 嗯 所以說正正 所以正正 所以正正正 我們知道 讓水要來的時候 就要事先做這些動作了嗎 就要做 我們要做 全國很多的那個制紅池啊 嗯嗯 蓋好的製縫池你也不想好好管理 你也是不可以 我現在還怪說 社區和企業對我們防災的幫忙 討厚一個石頭禮 有工電公司來幫他穿水溝 客運公司來幫他疏散民眾 清潔公司來幫他 因為淹水溝 旁邊水溝的水都會起來 起來對我們環境的衛生都有影響 幫我們消毒 所以說防災的問題 政府要非常精神來面對 做好準備以外 也是需要社會代表跟我們配合 所以我們聽起來 其實防水事件就是點點滴滴 不是政府要做而已 其實民眾如果大家有心做回來 我們這個工程會更好 那剛剛署長你有提到 就是說防災部分 我們還有這個防災降雨雷打 其實我們提到這個水庫 翻桌率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這間餐廳 你如果比較大間 人客就可以比較多 所以其實水庫的清淤也是很重要 所以相關的議題 我們來看看 待會再回來 問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觀眾朋友 為我們聽見 邀請的特別來賓 是水利署的署長 賴建信署長 來跟著報現場 我們來看看 快樂聯播網的聽眾朋友 新年好 我是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局長 謝燕如 春節9天連假期間 為強化毒性化學物質安全管理 化學局已經會同地方環保單位 建立24小時不打烊的安全防範體系 做好完善的應變準備 並請業者做好安全維護工作 共同營造國人的安全假期 祝福大家 合家平安 聽眾朋友 大家好 快樂 我是新伯市長 侯友宜 你今天有運動嗎 新伯市有14間的運動中心 和各大的博物館 切日就開始營業 歡迎大家來運動 驚驚看 讓你身體健康 吃百日 祝福大家數年 萬事如意賺大錢 冰冰安安 真福氣 每天都發喜 恭喜恭喜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榜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觀眾朋友 請來特別來賓 是水利署的署長 賴建信署長 來到節目的現場 好 我們剛才說到 房災人人有責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強降雨哪來 老實講 這應該最一步 剛提到生活不方便 其實很多人皮膚過敏的 因為水蠟散 就會有皮膚癢等等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說到這個房災 其實我們水利署這邊也是 很重心 所以我們其實有個APP 我也鼓勵我們提到朋友可以下載 這個水利署的APP 要不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任何好像只要同胎 有相關的那個跟水有關係的 就會推破新聞出來了 對 因為我們現在民眾用手機 都非常方便 我們在用這個水晴APP 水晴APP要下載這是免費的 這個水晴APP可以提供 你住的地方 有可能有淹水的通報 你會設定 他就會拿來通知 甚至說你老附近 譬如說開公司的 跟山藥有關係 或是都不正常有關係 你關心說對一個水口 看現在不正常出現 會正常怎樣 你也不用找到水口去看 是是是 水晴APP的話就有看 有啊 甚至我剛才說的空氣的部分 他在這裡 他也是幫你推播這個訊息 是是是 所以都非常方便 包括我 我去到世界各國開會的時候 我常常來 其他國家的人說 我們台灣 運用科技 在我們的工程中 非常的 非常多 也很方便 因為我不管去到什麼地方 我要看一個河川 一個橋 現在水如何 我就會用這個水晴APP看 是是 我就覺得 推波的 比如說相關的資訊 真的很完整 我覺得很方便 他用攝影機啊 攝影機現在那個河川 比如說河川 啊 新電視 就看到了 現在水是怎樣 有淹水嗎 對 如果說有一些民眾 要經過那條附近的路 你就可以關心一下 它的水有陰起來嗎 對 我們直接這個攝影機的鏡頭 都可以 即時看到現場的狀況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蠻方便的 因為 自從下載之後 因為我也搞不清楚 應該是 譬如說 台湯也會 哪裡下大雨也會 他會給你先提示 可能不是新竹哪裡會下大雨 請要注意 等等 然後我就覺得 好方便喔 因為我們生活就是這樣 就已經關心了 你如果多了一個 可以輔助 讓你生活更方便的 的這個APP 我就覺得 大家就可以下載來用 是 尤其 五、六月過後 或七月 鳳台買來 這種淹水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 國人會更重視的 我們一天 早上班 就是都看這些資料 包括我們一個水口 我們現在說 要管理來做好 我們一個水口 用到一堆 一堆走到一堆 是不是超過我們的關節 現在都有這個資料 所以裡面也都有 這些資料 因為我們內部的資料 比較細緻 因為我比較懶 我都是看推破 你也推破了 表現很重要 那當然 你如果說想有 仔細去關心嗎 因為這也是我們的工 就是點進去也可以看仔細 或者是我們相關最近在推的什麼政策 都在上面 所以鼓勵大家可以下載 好 我們再說回來 其實我們那個防災降雨的雷達 也是緊密的在做一個監控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的雷達建置之後 有任何可能天災 還是說某些什麼氣候的異常現象 要來的時候都會先推破 也給我們來做一個了解 對 因為我們現在聽眾朋友 其實我們來說 譬如說弘胎來的時候 或是每天你去看氣象節目 他都跟你說 啊 滴氣啊 弘胎怎麼走 你自己我都判斷 我們過去就是說 好 落下去了 甚至落下去到我們旁邊的時候 我們要走不浮 要因應不浮 其實台灣很熱 但是台灣的山很高 台灣的河川很怕 水很刺激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水漏下來 不會浮 才來準備 不要說不會浮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風災的時候 多一些時間來做準備 是啊 是啊 比如說 你說好 你說疏散處理 我們現在大家都好腳好手 我們現在要走 我們現在要從高樓走進去 走到一樓 我們自己也好就爬了 但是有的地方 因為安養院啊 有什麼 他要疏散處理 需要時間啊 如果說真的風風 漏下來的時候 你才開始做準備 還是說真的 那個時候要準備的時候 又煩惱說時間不夠 所以說我們降雨雷達就是 現在全國 包括北、中、南 齁 我們都把這個降雨雷達 把它熄起來 嗯 這個降雨雷達齁 有了 可能每兩分鐘就一次治療 嗯 他掃一次的時候 他讓我們看到說 最起碼就是說 一百五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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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百五十公尺 這個屁所的解析度 嗯 啊我們看電視 如果知道啊 你說解析度越高 你就看要越前測嘛 對 如果我們有那個雷達 有電視啊 因為台北市啊 嗯 我剛才說過一年啊 去年啊 七月十九到二十二啊 嗯 台北市不是 台北市都落 那麼大的雨 是 有的地方落後 有的地方落後 有的地方沒有落後 嗯 所以我們比較有精度 來去預測 嗯 這個降雨 我們就要提早去做準備 是是是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還蠻重要 因為我一開始 像比如說我們水晴APP這個啊 也會有一些溫度 所以我們其實也也是跟 氣象局做一個緊密的結合 對吧 當然 對 因為我們跟氣象局 是很好的關係 所以說 哎 我 跟氣象局 包括 治療的交換 還是說他們比較多的分析治療 他們可能有很多模式啦 嗯 但是我們判斷 判斷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靠我們自己 本身水利的專業嘛 是是 比如說 有電視啊 是 台北市的信義庫落後 可能 南港區沒有落後 嗯 但是如果說好落後 他就是說短延時強降雨 一個時間落很大 嗯 啊 水口要陰水啊 嗯 不是說 那個 馬上 水門 按鈕開下去 水門就打開了 是 因為水門在開 慢慢 二三十分鐘 水門才看得好啊 所以我跟氣象局說 好 先 你如果說 這個地方 因為 降雨雷達 或是說你們的判斷 有可能有降雨訊號的時候 我們 我們趕緊 所有的時間 就傳得好 先把這個水門先打開 嗯 啊這場 這二十分鐘 這三十分鐘 嗯 這開的 火水 我們就要先進去 是是是 啊所以 掌握先機啦 如果我們 你賺錢也一樣啊 人坐的時候 你會希望說 希望說 有辦法 實際上來 所以說 這是我們 很好的一個 合作的模式 是所以這也是 一種生活裡面 我們水利署這邊 點點滴滴在做的 啊一般民眾 你如果不說也不知道 不過我現在都覺得 你做什麼 要說給民眾知道 對不對 我覺得民眾要知道 我們政府到底 做了哪些事情 因為 以前都說 哎呀為善不遇人知 我剛剛說沒有沒有 現在為善要讓人家知道 實在不一樣啊 但是呢 呃你在享受便利生活的時鐘 我覺得我們 聽眾朋友一定要記得 背後是有一群 很辛苦的人 默默在耕耘 是 那多辛苦 其實就是點滴在心頭啦 我想像我們全台灣 有關 呃所有的工作人員 為了讓大家 可以 不要 沒有水 油水可以喝 不要喝水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包括其實 呃 剛剛這個 廣告之前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水口裡面 為了要讓它的蓄水量 比較大 所以你翻桌率高 這是一回數啦 但是譬如說你的餐廳 如果擠得比較大 你裡面人家可以擠得比較多 水量 我們蓄水量比較多 所以清淤很重要 那我們其實為了這個清淤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對不對 啊 水口 蓋好 是 沒問題是要 吸水的 嗯 所以不是要吸水的 嗯 但是過去啊 早期設計啊 譬如說 冰國五十二年 或三年 完成的 酒盲水口 因為美國人 幫我們設計 美國地大物博 嗯 啊 因為山也沒有我們很怕 地形也沒有我們很破碎 嗯 所以當初的設計 就不算在這裡 嗯 啊所以 民國九十二年的時候 要在颱風啊 啊最近 土耳地窮十五天 嗯 因為水很熱 啊 蘇堤熱颱風的時候 每次市區喔 嗯 有的人說 早上站起來 水冷頭打開說 啊水熱熱熱 嗯 啊這就是因為說 啊水濁的關係 嗯 啊所以說 為了要讓我們水口 會收命 比較長的 除了 說 上面有水口沒有要做好油 嗯 啊現在 這次水的水口的土耳 不要說 讓它 不要在水口裡面淤積 嗯 嗯 啊 所以說 我們就要有些設備 嗯 清淤 所以這個清淤 啊 除了都不要去看過就是 啊 招門水口 招門水口 是我們台灣現在目前最大的水口 嗯 所以在 昨年的時候 我們就完全說 黃衣隧道 這個黃衣隧道的原因就是說 在水口 最多的地方 嗯 現在啊 面前的土耳 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時間如果算好 嗯 要吃這個雜門打開 嗯 讓土耳可以走出來 嗯 讓土耳可以走出來 可以補充 下游的 泥沙 甚至補充 避免海岸侵蝕 嗯 也不會水庫 遺跡在裡面 是 遺跡在水庫裡面 嗯 還怪的就是說 我們要經常去清 我們平常 在家裡 就要經常打掃 嗯 所以我們 跟所有的 水口管理單位的 董事 說喔 水口一定要清 這是我們這台的人物 嗯 所以一定要清得好 嗯 所以怎麼你說的 我們有更多的水口 我們有更多的 健康的水口 嗯 我們供水就比較安全 這幾年的時候啊 欸 在 印度啊 嗯 它有發生缺水的問題 嗯 我 如果看那個 媒體的報導 我看他們說 啊 他們做好的水口 沒有做好的管理 嗯 慢慢的淤積喔 嗯 淤積到水都 沒辦法去吸水 嗯 沒辦法去吸水的時候 啊 用水量就要管制 是 啊所以我 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會進去 我有一點感想 第一個感想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政府 非常重視 我們水族的建設 嗯 我們不是說 以前 五十幾年 六十幾年 做起來 在門水口 一門水口 我們就可以拿來這樣用 我們前瞻計畫的時候 也要來導注 OK 所以呢 其實還沒聊完 我們要告一段落了 幾年 我們以前好像全國清約 大概四百萬立方公尺 但是我們公去年 就九百萬 對對對 對 啊因為時間優寒 我就繼續說 署長我們下次再邀請你來上節目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空中 真的非常謝謝 今天的特別來賓 就是水利署的署長 賴建信署長 來找我現場 謝謝署長 謝謝阿沛 謝謝全國的聽眾朋友 謝謝 拜拜 快樂台灣 無限精采 快樂聯播網 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健康檔案 我是阿華